资本家到底有多坏 为了能在寒冷的冬季也打上高尔夫 他们派了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 趁着夜色给草坪喷洒绿色的肥料 殊不知这种肥料带有致命病毒 经过一晚上的沉淀 肥料污染了地下水 病毒通过自来水 流进了整个小岛居民的家中 不明所以的人们喝了这种带有病毒的水 结果都变成了眼睛发绿的丧尸 他们嗜血成性开始攻击其他人 甚至连小狗都未能幸免 警察强哥接到报警来到这座小岛 本以为是场简单的邻里纠纷 没想到就在他按门铃的时候 身后的老胎突然发生变异 强哥听到奇怪的声音 转身看见老胎正朝这边扑过来 吓得他把腿就跑 好在老胎丧尸的腿脚不变 强哥绕了几圈后回到车上 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赶紧呼叫总部寻求支援 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他接着又打电话给在高尔夫球场上班的女儿 却不知道女儿小美正在被丧失围攻 而唯一幸免于难的小帅 竟是因为只喝快乐水的不良习惯 晚上他像往常一样从冰箱里拿一瓶快乐水 可就在他准备享受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旁的母亲不对劲 看着母亲呲牙咧嘴地哭过来 吓得小帅赶紧跑到了外面 看来平时没少被毒打 而母亲紧随其后 小帅一个不小心被台阶绊倒 这时刚好有一辆汽车路 直接把他的母亲撞飞 原来是强哥 他警告小帅不要接近他母亲 还让他赶紧回家千万不要出门 不料话音刚落 不远处就出现几只丧尸 小帅拖着断腿的母亲回到家里 在尸群赶到之前关上了门 可妹妹的哭声让丧尸变得躁动 母亲也循着声音爬了过去 小帅只好将他关进卫生间 然后再把毛绒玩具放进婴儿床 妹妹这才停止哭闹 而外面的丧尸也安静了 为了防止病毒的消息泄露 资本家炸毁了连间小岛唯一的通道 电线也因此被炸断了 第二天一早 小帅来到卫生间 想给变异的母亲吃蔬菜 却没注意到妹妹就跟在身后 就在他犹豫时 妹妹已经来到了母亲的身边 小帅健壮 急忙拿着蔬菜大喊 把母亲引开了卫生间 没想到在经过客厅的时候 母亲不小心碰到电视柜的脚架 倒下的电视当场把自己送走 小帅当场就愣住了 伤心几秒钟后 他准备带着妹妹离开这里 因为家里的食物已经吃光了 看着外面的丧尸 小帅想到了一个办法 养了两年半的猫终于派上用场 趁猫不注意 小帅果断打开房门 用猫作为诱饵 小帅带着妹妹来到街上 可丧尸也跟了上来 他只能往超市跑去 来到门口 却发现大门被堵 其他门也是一样 就在小帅绝望之际 一双大手将他拉了进去 原来是强哥 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但不幸的是 小美已经变成丧尸 强哥本想打电话报警 但却被对方挂断 他只好打给广播台的主持人 可主持人也无能为力 因为不清楚岛上病毒的感染情况 没有人愿意冒险来救他们 现在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眼下必须找到病毒爆发的源头 强哥猜想是水源出了问题 因为能在一夜之间感染整个小岛 唯一的可能就是自来水 小帅也说自己从来不喝自来水 所以因此没有被感染 于是他们准备去水场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一对双胞胎姐妹已经潜水来到岛上 他们是神秘组织派来抹除一切的杀手 原来丧尸病毒就是这个组织 和高尔夫球场老板一起搞出来的 而此时老板还在销毁与他们合作的证据 殊不知马上就要大难领头了 两个杀手已经找上了他 他们不仅带来了抹除病毒的解药 为了除掉后患 还将老板一同解决了 另一边的强哥一行人已经来到水场 他们刚进入内部 小美就突然发了疯的往里面跑 最后跳进一个污水时 强哥健壮脱下外套 也跟着进入水时 他刚把小美捞起来 前方就出现一只丧尸 眼看对方呲牙咧嘴地扑过来 强哥急忙用小美挡住 丧尸闻到同类的味道 就立马停止了攻击 可小帅却发出了声音 丧尸追着小帅跑到了外面 好在他及时躲进了车里逃过一劫 而强哥在拉小美的时候 由于用力过度把他的手臂扯断了 但最终还是把小美带了出来 丧尸立马将他们围住 好在有小美挡在前面 强哥也安全回到车上 手中还拿着小美的手臂 看着这只绿色的手臂 小帅惊奇地发现 上面竟然长满了草 强哥恍然大悟 病毒的源头根本不在水场 而是在高尔夫球场 为了消除丧尸病毒的源头 杀手已经在草坪上释放了解药 而强哥等人也来到了球场 他们进入大厅 想在这里找到病毒的起因 强哥把小美关起来 小帅也将妹妹用椅子围起来 随后两人便开始四处搜查 可没过多久 小帅的妹妹就不停地哭闹 声音会引来丧尸 小帅只好去妹妹身边 强哥则继续搜查 他来到建筑的内部 发现这里安置了很多炸弹 这显然就是两个杀手干的 就在强哥准备拆掉炸弹时 突然感觉身体出现异样 原来刚刚在水场的时候 他不小心喝了水池里面的水 强哥马上就会变异成丧尸 眼看炸弹的倒计时即将结束 他用小美的手臂 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拆掉了炸弹 正要离开的杀手发现炸弹没有爆炸 于是再次折返 小帅这边来到大厅 却发现妹妹不见了 他焦急地到处寻找 却不知道妹妹已经抢先一步被杀手发现 杀手拿出病毒颗粒放在地上 引诱妹妹吃掉了病毒 两人听到有人接近 便立刻离开了现场 赶来的小帅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抱起妹妹就离开了 而此时的强哥已经完全变异 小帅刚来到大厅 就被两个杀手包围 他已经无路可逃 杀手从身后勒住小帅的脖子 另一个杀手捂住妹妹的嘴巴 准备给小帅也灌入病毒 关键时刻 妹妹发生变异 一口就咬掉了杀手的手指 变成丧失的强哥也赶到 另一个杀手正要开枪 却被小帅推向强哥当场被咬 小帅后退的时候 刚好踩到掉落的解药 妹妹吸了一大口 体内的病毒开始慢慢消失 可他们却被强哥盯上了 小帅抱着妹妹立马逃跑 眼看就要被咬 强哥突然停止了攻击 原来是妹妹体内的病毒救了他们 两个杀手都被咬了 他们知道后果 于是就开枪相互了结 小帅把强哥和小美关在一起 还用手机拍下了发生的一切 并且把视频都发到了网上 事件开始被各大媒体报道 小帅的保姆也看到了新闻 迫于舆论的压力 军方不得不派出部队登岛 他们开始在岛上清理丧尸 小帅抱着妹妹来到外面 此时妹妹体内的病毒已经完全消失 但军方的任务是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其中还包括幸存者 小帅健壮立马躲了起来 恢复正常的强哥也没能幸免 跟小美一起被清理 无处可去的小帅来到岸边 看到一条小船正在驶来 原来是保姆来救她了 兄妹俩成为了岛上唯一的幸存者 但小帅却把断臂带在了身上 还随手把她丢进了海里 一条鱼啃食了带有病毒的手臂 看来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